車輛車輛車輛 有一種停車場叫做老司機才會停 大家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在進出這個停車場的時候 不管是地下室的停車場 都會區的立體的停車場 假設你是開一般的轎車 在上下這個進出波道的時候 通常都會讓人家感覺有點壓力 那假設你今天開的是Focus的Active Wagon 因為它的車高比一般的轎車在高上4公分 所以我們在車輛的波道進出的時候 相對比較輕鬆 所以我們今天就找來了兩台 分別是一般的中型轎車 以及Focus的Active Wagon 我們來實際的進出停車場 看一下方便性還有壓力到底高不高呢 就是只能先去這 notamment 而我看到現在主練的車輛 Теперь這個車輛車輛 和範圖車輛 和範圖他支撐想 停車的一個入口進出 不管是地下室或者是 立體停車廠 它一定會有一個 進出柔層的一個波道的起伏 那這時候假設我開的是一般的轎車 確實是都可以過 基本上波度的進出基本上是沒問題 但是假設你目視 覺得進出的波道 好像稍微有點傾斜的時候 這時候這個角度如果大一點的時候 你必須要稍微放慢速度 甚至你需要把車頭 稍微擺斜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來進出波道 那今天假設是我換到了 底盤稍微高一點點的 Focus Active Wagon 之後呢 其實我就沒這個問題 我在進出的時候 我不用特別放慢速度 甚至我的車頭的指向性 也不用特別調整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 進行一個波道 還有車道的一個進出的動作 所以這次的對決 停車場進出便利性 獲勝的是 Focus Active Wagon MING PAO MING PAO